謝謝主席 麻辣尤其部長 好 請潘部長 黃緯豪 部長您好 今天辛苦了 中午只有休息一下 應該 是 是 在今天部長所提出來的書面報告當中 我有看到相當不錯的部分 但是也有我覺得疏漏的部分 我想利用質詢的時間一一來請教部長 第一個部分是在裡面針對有關於我們體能的教育的政策 那特別是跟現在教育部主管運動的國際化 有關於我們運動選手培育的工作 在今天的業務報告當中有明確的列出來 但是我現在要跟部長報告一件事情 就是我過去幾年都有跟我們一些很年輕的選手 跟他們相處 知道他們為了要去追尋自己人生的夢想 做了很多很多的犧牲 那就以我們的男子排球來講 去年夏天8月的時候 他們在台北拿到了有亞洲俱樂部的冠軍賽 我相信那天晚上感動了非常多的人 因為拿到了那個冠軍賽以後 拿到了那場比賽的冠軍 我們今年6月17號世界南排聯賽 我們終於又可以再進軍世界舞台 我們上一次南排打到世界等級的比賽 是1986年30年前的事情 我在去年夏天他們拿到那天晚上 拿到冠軍的那天晚上 我很感慨 所以我自己在我的臉書上面破了一篇文 在我臉書上面 我幫這些選手感慨的是 部長您知道他們一個月領多少錢嗎 委員親子叫 9500塊 9.5K 這個是要幫台灣去打世界杯的選手 他們遭受到的待遇 部長您現在才剛上任 我相信這些業務 您可能要一段時間上手 但是部長你可不可以承諾我一件事情 以後不要再讓這些年輕人 只是在燃燒自己的理想跟熱情 從國家這邊沒有辦法得到 適切應該要得到的補助 一個月9500塊 我去年夏天的時候問他們 他們跟我講這個數字 他們馬上下個月要去打世界杯了 我再問他們還是這個數字 那我希望下次 我在請教部長這件事情的時候 絕對不是這個數字 好不好 部長如果有空的話 我也會鼓勵部長 有空去左營 在那邊繼續 去看看他們 了解我們這些國手 他們現實上面 處在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 需要怎麼樣的幫忙 才不會讓這些選手 看到你的書面報告的時候 會發出一個感嘆 怎麼紙上面寫的 跟現實上面落差 會這麼大 那第二個是 我要拜託部長 請負責的是 下去了解一件事情 相關的運動協會 有沒有苛扣運動選手 薪水的事情 今天我先把問題提出來 那我讓教育部負責的師 下去了解 了解完了以後 是不是可以麻煩 給我一份報告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那因為我現在還在陸續的 收集資訊當中 各個協會 對於選手來講 他們所面臨到的是 在這麼差的待遇之下 還要面臨到一些官僚的作風 那甚至還有苛扣薪水的事情發生 我想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忍受 那第二件事情啊 這個是 我上禮拜 我在財政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我已經跟教育部那天來 應該是次長來 我已經跟次長講了 說我非常重視 我們現在青少年 毒品濫用 在校園裡面泛濫的問題 結果我今天在業務報告裡面 上個禮拜次長才答應我 所以要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要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我今天在整個報告裡面 沒有看到這方面有任何的琢磨 那應該是剛上任 有很多業務非常的繁多 還沒有辦法納進去 那但是我要利用質詢的機會 再次的方面告訴部長 這件事情有多可怕 這是2009年 我們那個時候的衛生署 後來當然改衛福部 跟國家衛生研究院 他們做出來的 那天我就直接告訴次長 在這次的調查當中 12到17歲未成年的族群 首次用藥的年齡是12.5歲 那他們首次非法用藥的地點 最高比例的在學校 你接下來再看喔 取得非法藥物的對象 從同學這個地方拿到的 38.5% 一樣是所有的來源最高的 那取得非法藥物的場所 學校35.7% 那我相信看到這些數字 部長一定跟我一樣 觸目盡心 這是2009年所做的調查 到現在2016年 過去這幾年 我上次也跟市長 很明確的講這個數字 我們成年人的犯罪率雖然下降 但是少年犯的比率不斷的升高 那同時更嚴重的是 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的 從2008年369個人 到2013年已經1037人了 那最近這兩年的數字 都還沒有出來 那這是為什麼我們在基層 碰到很多老師 碰到很多家長 甚至有碰到檢察官 大家都憂心忡忡 在少子化的現象下面 我們的小孩子還遭受毒品的毒害 這個對於一個國家的國力 所造成的衝擊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今天在業務報告沒有看到沒有關係 但是我希望部長承諾 這件事情教育部一定盡全力 跟其他的部會共同配合好不好 我跟委員報告 我也非常認同剛剛委員 對於這個毒品防治的問題 以過去在服務尤其在台中 我自己非常正式 而且是每個月會去召開 而且不是例行的會議 是專案個案的會議 我自己也在這裡跟委員報告 我一定以這個為 委務學生的身心健康 其實這個基礎能做好 才能談教育的理想 我一定會全力來做這個作為 OK好 謝謝部長 現在的問題喔 我就問的比較尖銳了 您把您當初在國教院任職的時候 沒有去參與那個違法的程序 去調那個課當這個肯定 那您上任以後勇於認識 把那個違調的課綱也廢止了 這我也給您肯定 但是我現在接下來的問題 是這件事情是就這樣算了 還是過去這樣胡搞瞎搞的人的責任 要不要追究 跟委員報告 我想目前我們除了廢止之外 大人後面會對於整個處理的過程 因為未來還會提出來 在跟法制化後的課審會 能夠在這上面來做一個說明 沒有 法制化以後按照法制化的程序處理 這我一點意見都沒有 但是在我們的公務體系當中 有一件事情是我絕對受不了的 就是胡搞瞎搞 違法濫權的人 搞得一 烏煙瘴氣以後拍拍屁股走人 不用負責任 這樣所散布的訊息是對的嗎 這樣官稱要如何建立 我現在只問部長很簡單的問題 要不要整理調查小組追究相關責任 客單委員的名單要不要公布 會議紀錄還有記名投票單要不要公布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詳細的細節過程 因為我想委員了解 我並沒有參與 是我有一定我的主張 至於這些相關的委員 所提到的三個事項 是不是容我做一個了解 因為比如像克剛委員 這個確實當時是怎麼樣的一個 做一個組成承諾委員的這些 我想是需要做一個了解 是 主席已經站起來 我講最後兩句話就好了 這些東西最高行政法院 前一陣子才判決下來 他認為教育部對於要不要公開 這件事情有裁量權 那我希望部長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能夠好好的裁量 不要辜負大家對你的期待 因為現在這件事情 已經跟中共那邊過來的統戰 連結在一起了 相關的報導白紙黑字 都已經寫出來了 所以我希望教育部對於這件事情 絕對不能夠過去的事情就算了 誰在爛搞 該負什麼責任 調查報告要釐清楚 特別是後來去參與這些人 還有相關的會議紀錄 我也希望教育部能夠一併的公開 只有把責任的追究 確立 離清楚 我們才能夠真正有效避免 未來相同的事情會再發生 謝謝部長 謝謝委員 好 謝謝黃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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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